回来节目时间,问问题的朋友很多,我们尽量回答一下 问了第一只就是比亚迪,1211 其实他就出了一个数据,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 其实按年就升了三倍,去到10万架 还有其中一点就是说到那个燃油车就会停产 最近3月份那条数据的销量是零的 去年就还1.66万架 这个朋友就问你怎样看比亚迪的投资前景,跟Tesla又怎样比 跟Tesla怎样比,是没得比,Tesla是好一点的 不过Tesla贵一点,又不在市场上的原因 所以你说要投资的话,我不觉得比亚迪会比Tesla差 但如果你硬比较上来,我自己买车 假设香港有比亚迪买,我都是买Tesla的 所以分别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是好一点 但是估值又相对比较贵一点 但是要留意港股那些的变动车 其实到这一刻都没有一个很可观的盈利能力 因为原因跟Tesla比起上来,Tesla一定会好一点 因为现在说在美国市场上的电动车上面 是有碳排放交易的 Tesla可以因为碳排放交易 是从而带动一个很可观的盈利能力来越 但是你说如果论生产规模,Tesla一个月都卖三十几万架 就是现在是完全没得比 但问题就是说内地那些电动车上面炒一样东西 总有一天,他们都有机会进个碳排放市场 或者是进到太阪排放市场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赚钱 所以我们刚刚刚开始的环节上 今年想的股份 完全不会想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但是为什么电动车里面 因为我觉得电动车的股值 我觉得起码 reasonable 我觉得可以说服到我为什么有这么高估值 电动车真的是高估值的了 但问题是如果你做了分散投资 你就可以想起这个办法 比亚迪是整个行业的首选 就是如果你说你手上上面没有任何的中概股 但现在你博中概股好一点的时候 那你的确可以不想比亚迪的 你想一些造车的新势力 小鹏理想,蔚来那些 那个百货力可能大一点 但如果你觉得纯粹在投资上面 我相信比亚迪真的是首选 你要落分200元以下卖真的不容易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说比亚迪的入场成本真的太高了 如果你刚刚要好像我这么说 你做分注投资 就是分注级,分三个月是不同 三注这样去砍比亚迪会舒服点的 但如果你突然间一注过 你假设只有一注钱去买 现在235元就是追了 你想一下做个back tax 假设市突然间不算回很多 落分到21,500 那不是很过分的,七八点左右 比亚迪的股价下跌至近20天线的水平 210元 我无多达20元 那么我已经用了很多钱下去了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风险承受能力 那个问题点就是这一点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够本的话 那真的sorry 比亚迪真的未必适合你玩 但是你整个行业首选 的确是比亚迪,因为主要的问题 无论去到电池,原材料 或者不同的零部件,半导体等等 他们有个很完善的供应链上面 优胜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当你想不到比亚迪的时候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 545中国电动车 那些ETF上面 起码做了分散,有电池,有电动车等等 那接着再去求其次 才想一些造车的新势力 但是最忌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你就无论那样又冲进去买吉利 长城那些,那些都受惠电动车 那样东西,但问题是那些传统车 就拖累得你很紧要的 所以这一刻我觉得整个版本上面 只看一样东西就是看电动车的 那在整个电动车sector上面 比亚迪都OK的 那你说这些位置235元一口气去追 那你就要有个大心状 跌到200元你都要不怕的才行 那所以我觉得就,你做到分铸吸纳 买比亚迪绝对OK 那但是这个就很因人意义 那如果你,之前讲的 做分铸吸纳,大前提你的本 你的仓有五十几万以上的 那如果你要吸纳比亚迪 这个案子就不止五十几万的了 你要起码一百万先 你想一下买三手给亚迪 你已经涉及说是好像现在三十几万左右 买完之后,如果你占你的仓 已经占了三十几或者六十七十几百分的 这样没意义的 那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讲 电动车是可以买 那但是都是偏长线为主 短线不会炒得很细利的 因为讲的始终还有很多零部件 那些相关供应短缺的问题在那 那不会轰轰的升上去 但是在这个水平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收集期来的 好,那跟进回吧 刚才Arnold也提及过那几个造车生势力 例如小鹏、理想和蔚来 都是周末期间出了数 就是三月份的交付量 那今朝升幅都是考赢大使的 都是周末期间出了几个造型 那就是周末期间出了 现在我们将来的核心 就是周末期间出了 非常月期间的最初 就是周末期间出了